嗨,大家好,我是秀厨娘 今天我花了18块钱买了6个大鸡腿 今天我拿它给大家做一个好吃的 一起来看上吧 鸡腿清洗干净后 用牙签扎满小孔,便于入味 将鸡腿装入碗中 加入葱丝姜丝 加入适量料酒 加入适量生抽 加入适量的二两口鸡翅调料 抓拌均匀 盖上保鲜膜 腌制一个小时 取一个碗 加入两大勺淀粉 加入两大勺面粉 搅拌均匀 取一个腌制好的鸡腿 裹上适量的混合粉 然后放入清水碗内 蘸一下 再放入混合粉碗内 蘸一下 裹一层粉 抖一下鸡腿 将多余的面粉抖掉 热锅加油 烧至五成热 放入鸡腿小火慢炸 炸至定型后 翻动一下 使其受热均匀 炸15分钟左右 将鸡腿炸透 炸熟以后 控油捞出 香酥美味的炸鸡腿就做好了 舀一口香酥掉渣 比外面买的好吃多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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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